放心吧 我记着呢 毕竟昭哥是我师妹的孩子 我不会让他有危险的 不过那个凤武可就可怜了 他永远都不会知道 在那白鼎山下等待他的 究竟会是什么 你是说凤武 没错 凤武已经上了山顶 白鼎山上的妖魔灵力十分强大 估计现在已经没命了吧 站住 就算他侥幸活着出来 你我也必须将他截杀 可是 这是命令 我算 于明依 都找遍了 昭哥真的不在学院里 军老大 现在到底应该怎么办啊 那白鼎山上镇压的 可是高阶灵兽 当年军务学院倾尽全力 都拿他没办法 还是慕九州亲自出面 才将他击败的 若凤武误闯了他的地盘 那后果可不堪设想 不管怎么样 我们要先去看看 终于等到这一刻了 剩下的就看你的了 去吧 是